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还没有讲完的这个平等还是继续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个人是认为很多基本权里面最有趣的事物都是在平等的领域 所以平等相关的那个案件特别多也很多元 那这个一开始我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跟平等权有关的这个案例其实是也最多的 所以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讨论这个平等 那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谈一谈那个618号解释 就是一般所称为所谓陆沛孙洪梅案 那么这一号解释呢 他的背景是这样子 那么有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我们一般称为大陆的配偶 孙洪美姓孙 那么他驾到台湾来 那么根据这一个我们的两岸关系条例 那么他必须要在台湾先居住一段时间 那么才能够领取身份证 也就是才能够享有户籍 那么享有户籍等于是取得中华民国的国籍 那么理论上呢 你如果是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那么你就享有公民权 就是享有选举权 罢免权 考试 服工职 等等的权利 可是我们的两岸关系法 有更严格的规定 那么这个两岸关系 这里有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在两岸关系条例第21条 它规定 大陆地区人民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 非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满十年 不得担任公务员 那么这是两岸关系条例的规定 所以同样是中华民国的公民 但是呢 如果你是原来你的出身国 并不是中华民国 而是这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称的法条所称的大陆地区 那么你就必须要取得国籍 也就是设有户籍满十年 你才能够担任公务员 那么孙奴美呢 她嫁到台湾来之后 那么取得台湾的户籍 那么在还没有满十年的时候呢 她去报考基层公务员的考试 那么考上了 但是考上了 她并没有像这个 我们的主管机关 表明她是原来是陆籍人士 那么我们的主管机关 也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 所以她考上之后呢 就分发 分发到某一个单位 那么担任一个基层的公务员 那这个基层公务员 大概是委任二级 是一个很基层的 大概是从基层算盈 大概是第二级第三级 那么这种最基层的公务员的名称 叫做书记 我也觉得很奇怪 书记如果是在对岸的话 是很大的 可是在台湾确实这个是书记 那么她担任公务员 那么在这一个到了全序部 才发现 事后才发现 她是本来是陆籍人士 那么如果依照两岸关系条例的这一条规定 要十年之后才能够担任公务员 可是她还没有满十年 所以最后就把她的这一个 就是把她的这个分发 分发这个就把她撤销掉 不过她撤销掉 她并没有 这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主管机关 并没有把她考上的那一个资格 并没有把她撤销掉 而是要让她满十年之后 再重新让她分发 那么孙宗美就是因为 她还没有满十年 所以她分发到那个机关去任职 被撤销掉之后 她就不能够担任公务员 她认为这个是对她的一个歧视 违反平等 因为我们的宪法第七条规定 中法民国人民 不分男女宗教这一党拜等等 那这一个只是一个历史 那也应该理论上应该就是说 不分你的原初生的国别为何 理论上也应该要平等 所以她最后就提起诉讼 最后都输了之后 那么向大尔根申请解释 那么她控诉这一条规定 是违反平等 是对陆籍人士的一个指示 那么其实呢 我国目前的现行法律 对于外国人 那么她经过一段的时间 符合一定的条件 取得我国国籍 那么这个就被称为 法学上我们来称的这个叫做规划 那么外国人 规划为我国国籍 理论上她就是 我们的一份子 她就是中法民国的一个公民 但是我们的一些法律呢 其实呢 对于规划取得我国籍的人呢 其实是有一些差别待遇 就是不仅是两岸关于条例 在我们的其他的这一个选霸法 国籍法呢 也一样是对于非中法人民共和国的 其他的外国的国民 如果取得我国籍 那么要竞选 等于要竞选立法委员 要竞选其他的名利代表 或担任其他的公务员 她也一样有一些时间的限制 所以曾经这个在几年前 有一位美国的国民 一个很有名的律师 那么他都在从事环保运动 叫做文鲁斌 那么他规划为我国籍之后 那么他都是在从事这一个环保运动 他甚至加入绿党 那么他今天就是要参选这一个 立法委员在大安区要参选 可是后来发现 那么根据我国的法律呢 也一样 他必须要规划几年之后 那么他才能够参选 那么他当时他也觉得很愤怒 认为这是对他的一个歧视 那么当时他也准备要再挑战 那么要挑战那一条规定的核线性 可是后来他放弃了 那么这个我要跟大家讲 如果是限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取得我国的国籍 那么有一些担任公子的限制 那么他的法律依据就是这个 两样关系条例21条 那么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这个国民 取得我国国籍之后 那么他的参政权受到限制 那么他的根据并不是这一条 是另外一个选罢法的一个规定 那大法官目前在 就是说在618他审查的是两样关系条例21条 那结论 最后结论是认为核线 是认为核线 那么这一个解释呢 就引起非常大的争议 很多人都不认同这一号解释 那么大法官在这里 他最主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 这条规定呢 是认为公务员 他行使公权力是涉及国家之公权力 那么更应该遵守法令 积极考量国家的整体利益 换取一切有利于国家之行为与决策 那么建立两岸目前人处于分治与对立的状态 两岸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 具有重大的本质差异 为了确保台湾的安全 民众的胡植 维护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所以就设了这一个规定 那么这一个目的 大法官认为他的目的是合理正当 那么他基本上就是认为说 因为这些中国大陆缘起重大陆人士 他基本上他的教育 他的出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他们的教育背景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独裁 一党专政的一个共产的一个教育 他对于像台湾这一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基本上他们并不熟悉 所以立法者他才有这一个需要十年 所以说你取得我国体之后 那么他要求他要十年的这一个期间的一个限制 那么更主要的大法官 那么立法者基本上他也是认为 就是两岸是处于分制对立 这个讲对立其实还算蛮客气 这基本上应该就是敌对的一个状态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说 对岸就是要吃掉台湾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 再加上我们的宪法有一条规定 就是自由地区跟大陆地区人民权利关系 与其他事务的处理 可以以法律为特别的规定 所以最后呢大法官是基于这种考量 认为两岸事务的处理 涉及高度的政治敏感度 那么这个就应该由政治部门 他来做一个政治的决定 除非他的决定有一个重大明显的这个瑕疵 不然大法官通常会尊重政治部门的一个决定 所以最后呢就还是就认为这个是核心的 那么另外很多人都批评正好解释 认为为什么要那么严格的要求 一定要取得户籍十年之后才能够担任公职 有的人认为公务员有好几种不同的等级 比如说有的是政务官 比较高阶的 那有的是事务官 事务官又有分为 我们一般也称为高阶公务员 中阶公务员 那么基层的公务员 那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孙宏梅 他考上的是基层特考 基层的公务员考试 他是一个最基层的一个公务员 那么难道他也要跟那一个高阶的公务员一样 也要受到十年的限制吗 所以很多人也批评正好解释 就是认为立法者应该要区分 那么他所想要担任的那个公职的那个种类 那么低阶的公务员 他只是负责执行 那么他也不会语闻国家什么安全的这些重要的事情 所以由他来担任这个基层公务员 他们认为对于自由民主宪政秩序 并不会有任何影响 所以法律呢 他不区分这些人 他到底所认的公职的等级 就余律 余律规定 他必须要取得户籍十年之后 才能够担任公职 那么也就这么说 这个是一个不合乎平等的一个差别待遇 那么这个是大法官受到非常强烈的一个批评 那么像这个问题呢 总之这种审查呢 如果大法官是用的是一个比较稍微严格一点的标准来审查 那么这个通常都会违宪 可是这个案子呢 就是大法官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他要宽松审查 因为他涉及的是一个 一个两岸的一个事物 那么两岸的事物 他涉及的是一个高度的政治的一个判断的一个事物 所以就认为应该要特别高度尊重政治部门的一个判断 尤其政治部门他的判断基本上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涉及到国家安全 涉及到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维护 那么如果政治部门他的判断他认为公务员他不管担任的那个值等 即使是基层的委任一等 委任一级二级三级 那么即使是这个基层的公务员 如果政治部门认为他一样有会涉及到国家安全 那么大法官凭什么样的一个理由 可以否定政治部门的判断 也就是政治部门如果说基层的公务员他虽然所从事是一个基层的公务员的事物 也如果他认为这个也一样会涉及到国家安全 那么实在是大法官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推翻政治部门的一个判断 所以最后就宣告他是核心 那么为什么大法官要宽宗审查 也就是我在这里特别提到 两岸事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考量与判断 对于代表多元名利及掌握充分资讯的立法机关 就此所为之决定 如非具有明显的重大瑕疵 那么事件机关就应该予以尊重 那么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就是因为大法官做了一个决定之后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个陆沛他如果要参政、要参选 不管是要担任公务员、考试或者是见过选举 那么都一定要有这个十年时间的限制 甚至呢如果他要担任是涉及到公职 是涉及到公共安全的那个 他有更严格的规定 就比方说如果要担任调查局的公务员 我们的法律更严格的规定要十五年 反而是更 他的期间更久 在大法官做整六一八号解决之后呢 那么有一次呢我在回到学校上课呢 那这个在课堂上呢 有一位法研所、法律研究所的一位研究所的同学 一位女孩子呢 他问我、私底下问我我的意见 他说他刚考上那个调查局的调查人员的考试 那么那个考试呢 就是他已经比试及格 那么下面一个阶段就是口试 还有就是要体能测验 就是他要在现场大概去看跑路啊等等 那么他就不知道说他要不要继续去进行 那个第二阶段的那个考试 那我说那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担忧呢 那他跟我说呢 他其实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边的人 他是小时候 从小是跟着他的父母 那么移居到台湾 所以他是从台湾开始读小学 所以他是很小的时候 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 来到台湾 那么来到台湾之后呢 那么来到台湾之后呢 他是在台湾读小学 读国中 读高中 然后呢 考上台大法力系 然后呢 又考上法研所 那这时候呢 他又考上这个调查局 那么他算一算 他考上之后 他算一算 他发现说 他还没有满十五年 没有满十五年 所以他就是认为说这个 既然这样的话 他如果再去参加体能测验 那他认为说这是不是就这样 就没有意义 那么他也问我说 那这个规定呢 到底合限不合限 因为道尔官已经做成六一八 所以他认为 那他的这一个 六一八是这么做 但是他这个案子 他涉及的是 更严格的一个规定 是十五年 那他说这样是不是 这个法律 有没有可能会违宪 那其实从他的案子呢 也让我重新思考 这个规定的一个合理性 也就是说他会不会涵盖过广 因为立法者 他之所以有这个十年的规定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当时的一个考虑 就是认为 他出生是出生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在那一个 非自由民主的一个 独裁专政的国家 那么他并不熟悉 自由民主宪政的这些 没有就是不熟悉人权 法治这一种事物 所以就是希望说 他能够到台湾之后 有更长的时间 去认识台湾的这一个环境 融入台湾的这一种 自由民主宪政的这个环境之后 那么再来担任公务员 可是呢 我刚刚举的这一个 这一位同学的例子 他跟其他的 就他特别是跟618号解释的申请人 孙宏美是完全不一样 孙宏美他是一个陆沛 他是一个成年人 那么他的受教育 全部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是我们这位同学 他是从小 他就在台湾受教育 他受的教育 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国 自由民主宪政的秩序 他从小也知道说 就是要人权 民主 法治 权力分立 要审判独立 等等 所以有这一些 但是他从小他所学的就是这样 所以他的受教育 就是跟一般台湾人民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如果是从这个例子来看的话呢 我个人就会认为说 那么这一条规定 也有可能有他的缺陷 也有可能就是说 适用在像孙宏美这个案子的前景 可能是核心的 可是如果是适用在我这位同学的这个身上 我就认为说 他是很有可能是会违宪的 那我们只能够说 当时立法者他的考虑 是考虑像孙宏美这一种成年 然后之后来移居到台湾 理论上立法者并没有考虑到 有像我们这位同学 从小就在台湾受教育 长大的这种例子 所以像这种 如果他之后去调查局的考试 去参加二世 那如果最后 我认为如果被查 如果我们调查局 最后要撤销他的录取资格 我觉得这个官司还有得打 那像这个我认为 他应该在适用 两岸关系条例这一条规定的时候 应该要做一个限缩的解释 就是不急于这一种 从小在台湾社交会长大的 这一个大陆地区的人士 基本上这一种规定 就全世界来看的话 也真的是很特殊 世界上很少国家 会有规定 就是说呢 这个 像这种两岸的事物 这种两岸的关系 在全世界非常特别 而台湾跟中国相对的 我们又是小 比较弱 那么对岸 他明白的就是要来辨吞你 有那个野心 那么他军事强 经济力也强大 人口也多 所以我们的政治部门在立法 采取一个比较防卫性的一个态度 但是大陆地区基本上就是 就是尊重他的一个看法 那么你要找出这些 在国外的一些 类似的一个立法律 其实真的很难找 那么有一个类似的 我要跟大家介绍 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案子 就是科雷玛茨 这个科雷玛茨就是 是一个日裔美国人的案子 科雷玛茨用中文汉字来讲就是脚松 脚就是头上长脚那个脚 被迫害了 那么这个案子已经很早了 它是在二次大战的末期所做的一个解释 脚松他就是致意美国人 那么在二战的时候 就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 那么美国为了担心日本人 日本的軍隊會進入去突襲美國的西岸 所以當時就下令把美國西岸太平洋沿岸的這些日裔美國人 就把他們全部集中就是限制他們的自由 把他們局中住居剝奪他們人的自由 就把他們關在那個集中沿 這個事在當時是很有贏的事件 可是這些日裔美國人他們認為說我是美國人 我只是出生可能是日本的移民 或是有的是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 但只要你是日裔的 那麼就全部被抓起來 那麼關在集中沿 當時也不排除可能會有間諜也不排除 可是絕大部分一定都是效忠美國的 他是美國公民 所以為了這件事情 這一位被抓去集中沿的一位日裔美國人就是繳鬆 他就氣而不捨 他認為侵犯到他的公民權 侵犯到他的人身自由 所以他最後就是告 那麼這一個最後呢 就一直輸 最後告到那個最高法院 那最高法院最後都還是駁回 繳鬆的這一個訴訟 基本上也是認為 美國軍方的這一個 把日裔美國人關在集中沿的這個決定 變成認為這個並不違憲 那麼理由基本上就是因為 這是屬於戰爭的一個需要 因為他們當時的確就是有這一種 戰爭上的一個恐懼 怕日本人會這一個進攻美國的本土 那麼怕這些日裔美國人 有可能會有一些間諜的一個嫌疑 那麼像這種事情呢 這個就是美國的軍方提出的一些資料 那麼像這種問題 如果他拿給這一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看 在這裡就是大法官看 就很難判斷 到底軍方說有間諜的事情 或沒有間諜的事情 軍方說有 那麼有那個危險 那麼大法官該怎麼判斷 說你軍方講的錯 所以我要宣告他違憲 像這個問題就真的是在考量 這一個司法部門 這就真的很類似618號解釋 所以最後就是美國的最高法院 最後就是認定這個還是核限 這個就是核限 這個就是我這裡說是核限 那麼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雖然角松他在這一個官司打敗了 可是致意美國人 他們都還是把二次大戰的這一個集中演 就當作奇齒大陸 所以他們一直想要透過政治手段來平反 所以有一些很有名的日裔美國人 他們就參政 結果就夏威夷的或是加州的幾個日裔美國人 他們都選上參議員或是眾議員 那麼就透過立法的一個手段 那麼要求美國國會 美國政府應該要道歉 要平反當時的一個不正義 他們認為說當時的這些日裔美國人 被抓去集中演 那麼這個很多基本上都是一些違憲的行為 那麼最後透過日裔美國人 從政人士的一個奔波 他們的一個奴隸 最後在1988年就平反 那麼立了一個特別法平反 那麼美國政府 對這一些被抓去集中演的這些日裔美國人 很多人都已經年紀已經很大了 有的人已經去世了 那有的人當事人大概已經 又是非常老邁 可是最後美國政府對他們道歉 那麼又加以賠償 那麼從角松案跟那個618的解釋 其實就兩者 他類似的地方就是說 都是對自己的公民 只因為他的出身的國別不一樣 而做了一個差別待遇 但是這種差別待遇 這個618跟角松案不一樣的地方說 角松案它是 它嚴重的就是 剝奪你的人身自由 把你抓起來 關在集中演裡面 而618涉及的這個法律 它並沒有剝奪陸籍的人士 這個應該不是陸籍 這個應該不是陸籍 就是說原出身 中國的這個台灣人 並沒有剝奪人身自由 而就是說讓他的參政權 在十年內受到限制 參政權以外的基本上都跟我們原生 就是台灣人的這個台灣人是沒有什麼兩樣 但是基本上他就是以原生國別作為差別待遇的一個標準 那麼Colemas這個案子呢 當然是甚至被認為是核限 我們618也認為是核限 那麼當然這個Colemas這個案子最後是被偏緩 那如果在台灣如果政治部門如果認為他有問題的話 我想這一個要求立法來修改那個21條 那就是因為當時這個兩岸關係條例 它是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大黨一個高度他們的一個認同 那麼雙方就是定了這一個十年的一個條款 所以當時就是大法官的確是很難去 有一個非常強烈的理由去推翻 那一個政治部門的一個判斷 何況比起來他對於我再強調 他的限制並不像角鬆案那麼的嚴重 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法律 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法律 他對於那個原生國籍是大陸的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些台灣人的一些差別待遇呢 除了這個參政權的限制以外 還有其他的限制 可是其他的限制呢 曾經被後來大法官宣告違憲 各位看712號 那麼這條規定就是兩岸關係條例它是規定 台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殖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法律應不予許可 就是已經有養殖女者 那麼這個案子呢 就是台灣人 他收養大陸地區的人民為養殖女 那麼法律的規定 就是說你如果自己已經有子女或養殖女 那麼你就我們法律就是限制你說呢 你就不能夠再收養大陸地區的人民為養殖女 我們這條規定 各位認說合理不合理 這條規定就是說 他的申請人應該是一位年紀很大的榮民 就是老榮民 那麼其實他已經有小孩的 就是他已經在台灣本來就已經有小孩 那麼等到他這個年紀大的時候呢 他再娶 就是原配應該是去之後呢 他另外再娶一位就是陸配 一位那個大陸區人民 那麼這一位他再娶的這個太太呢 他原來在中國大陸呢 他原來也有婚姻關係 那麼也生了小孩子 那麼小孩子留在中國 那麼這一位媽媽呢 他就嫁到台灣來 那麼嫁到台灣來之後 那麼他也希望讓他的小孩子也能夠到台灣 那麼根據我們法律的規定 那麼如果他要娶得 他的小 在中國的小孩子如果要能夠到台灣的話 那麼根據我們的規定呢 他就必須要由他這一位台灣的這一個配偶 來認養這個中國籍的媽媽 他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小孩子 就把他認養過來 如果認養的話 那麼他就變成他的養殖女 那麼他就有那個資格可以到台灣定居 那麼我們的法律就是擔心這個是會變成一個漏洞 所以才有這個限制 就是說如果台灣地區人民 你本來已經有子女或養殖女 那麼所以這種情況 你是唯要收養大陸地區人民為養殖女 他認為他可以不予許可 那麼這件事情呢 就是那位台灣的榮民 他說我想要認養我的陸配 我的這大陸籍的配偶 他原來在大陸生的小孩子 我要把他收養過來 為什麼不可以呢 那麼他認為說這是一個人倫的一個事情 你法律為什麼要管那麼多 所以他最後也認為這可能是會違憲 然後告到這個大法官這邊了 最後這個法律被大法官宣告違憲 所以這個就跟剛剛的618不一樣 這個各位可以比較一下 618它是涉及的就是說對選舉權 參政權的限制 大法官認為這種限制是核限的 那麼這一個712涉及的是任養殖女的 這個收養殖女的那個權利 大法官宣告他違憲 那麼最主要其實就是 因為涉及了那個人權的種類不一樣 那麼這個各位你們看一下大法官是認為 他認為這個基於人性尊嚴的理念 個人主體性人格的發展受憲法的保障 那麼他提到說 婚姻跟家庭是社會形成與發展的基礎 受憲法的制度性保障 那麼家庭制度是基於人格自由 具有繁衍教育經濟文化等多種功能 那麼他說收養為我國家庭制度的一環 是創設親子關係為目的的身份行為 藉此形成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教養福慾 福祉認同家業傳承的人人關係 所以他這裡有提到 這是一個人倫關係 會涉及到人格的自由發展 所以在這裡大法官他就把他的審查標準 就嚴格一點 他不再像618那麼寬鬆 所以這裡就是非常強調說 涉及到這種人格權 人倫的這種收養 收養是一個非常跟人格發展有關的一個基本權 所以這種限制大法官在這裡他就會嚴格審查 而剛剛那一個618涉及的是一個參政權 比較涉及到政治性的事物 那麼大法官就會比較尊重政治部門的判斷 可是你這個案子是政治部門 你要限制人家的人格的發展 涉及人倫的一些事物 那大法官就會嚴格審查 嚴格審查結果就宣告他是違憲 那麼這個對照就是要讓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好 那個平等還有很多 我們繼續再來跟大家介紹 那個優惠性的差別待遇 我們到目前為止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跟平等有關的案例 都是那個法律 他根據某一種差別待遇的標準 而對那一個這些特定人 對他做比較不利的規定 可是如果法律 他根據某一個標準 對特定人如果不是對他做比較不利 而是對他做有利的差別待遇 那麼這個問題我們就把它稱為 這個叫做所謂優惠性的差別待遇 那麼這種優惠性的差別待遇 其實也是一種違反平等 可是我們要怎麼判斷 他有可能會被挑戰 有可能會違反平等 那我先跟大家舉一個 一個我們目前法律的規定 這個原住民的考生加分 清大序日主十三名 台大的希望計畫十名 交大玄坤陽環計畫等等 那麼這個 這個都是各大學 他會設定一定的名額 就是為了要優待中低收入戶的子女 所以就降低學策的門檻 遭受中低收入的學生 他那個名額其實太少了 很有限 你看台大才十名 那麼我的印象今年好像擴張到三十幾名 所以各位你們想想看 這個就是說 對於中低收入戶的學生 那麼這個就是表示說 台大的規定 他是根據那個學生 他的家庭的收入 對於中低收入戶的學生 他給予一個差別待遇 可是這個差別待遇 是對他有利的 也就是被稱為優惠性差別待遇 也就是說他可以降低學生的門檻 所以可能 基本上可能是降低一個級分或兩個級分 實際上都如果能夠進台大都還是 那個分數都還是蠻高的 那就是可能是低一兩個級的學分 所以就是變成有可能就是說 可能就比方說這希望計畫這十個名額 有可能有其他的考生 他的級分是跟他一樣 或甚至比他高 可是卻因為有這十個保障名額 所以結果他被刷下來 就是說有可能是一般的非中低收入戶的學生 他的學測的級分比較高 只要沒有這個台大希望計畫這十個名額的話 他可能會進台大 就因為有這個十個的規定 結果進不了台大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這一個同學 非中低收入戶的同學 如果要來告台大 說這個違反平等 那各位你們認為這個會不會違反平等 我們現在這個是一個 目前還沒有人挑戰 最主要就是因為他的名額真的是很有限 如果台大如果明年我們把希望計畫擴大到一百年 各位那你們會接受嗎 會不會認為說這個是違反平等 台大一年招收那麼多學生 四五千個新生 一百名算多嗎 如果我把或是擴張到兩百年降低學測 讓中低收入戶的這一個學生 他降低一兩個級分 那當然這個時候如果收兩百名 那麼意思就是說 有其他的一些人 他可能他的學測的分數比較高 那麼卻因此有這兩百名的優惠性的差別大一 他就被刷下來 那麼他如果認為這個違反平等 那麼各位認為這個可不可以 那我們當然就是要來看他的立法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台大的校方會設這個希望計畫 其實我們台大他走這一步呢 都比其他的學校還要慢 最先我們看到的是最先提出這種計畫 其實是清大跟那個交大 清大續日組他已經找台大大概是四五年 就已經有這個續日方案 那麼交大叫做玄坤陽帆計畫 政大也有政星計畫 人數都還比台大多 甚至起步比台大還要早 台大基本上都是比較 人家說台大的學生呢 你要找出中低收入戶幾乎很難找 還能找到 那很多人說台大的學生大概都是中階層 那個中產階級以上的那個家庭出生 那麼出生於雙北的人數特別多 然後更多的大概就是生於大安區文山區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有我們經濟系的有位老師呢 他長期做這個研究 那這個的確 我們目前的這個教育的這個升學制度 越改就是的確是讓這個中低收入戶的這個弱勢的這個家庭的子弟呢 越難有那個機會能夠考上台大 那麼過去我們那個時代 比現在的這種入學制度比起來就是 比較有那個機會去讓他能夠翻轉他的一個階級 那麼現在幾乎很多人都批評說 升學制度越改 讓這個中下階層的這個子弟呢 他翻轉他的階級的那個機會 反而是越來越小 但是這不代表說我那個時代是純粹大專年考 就一定公平 我也覺得不一定是合理 總之我是認為說真的是 小孩子你如果是出生在有錢人的子弟 有錢人的家裡 那麼的確是比較功課會比較好 那麼比較可能會考上好的學校 那麼這個中低收入的子弟 的確是有很多客觀的因素 讓他的那個求學成績會比較差 但是當時的確透過教育翻轉他的階級的機會是比較大 所以過去的確是階級的流動性 階級的流動可能性是比較大 那麼現在確實是越來越困難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這種續日方案希望計畫等等 這個都算是一個補救 所以就是希望說讓那個教育的公平能夠透過這種希望計畫 能夠透過補救的方式 讓他至少能夠拉肥一點點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認為說他的立法目的 我認為其實是合理的 是核限的 手段 那麼像這個各位 你們認為說這種手段會不會過當 基本上我認為實名這實在是太低的 影響太少 所以這個那個 我認為這個手段 我認為其實是OK的 如果有人要告的話呢 其實台大的希望計畫以後 上升到一百年兩百年 我認為我個人都認為不為過 我不認為這個是會違憲 那當然是還沒有那個案例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這個美國 我要跟大家講這個 有一個Bucket案 B-A-K-K-E 這個Bucket Bucket案子的是 美國呢 這個加州那個 加州大學 那個戴維斯分校 那麼他的醫學院 他的錄取 他錄取一百年 那麼在考試的須知 那裡 他有明白的規定 他保留百分之十五的名額 給有色文種 那麼基本上他的一個考慮 就是因為在美國的歷史上呢 黑人是受到歧視的一個種族 所以就是為了彌補 過去對黑人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想要提升這個黑人 他的這個教育的這個水準 所以就特別保留百分之十五的這個名額 那麼給這個黑人 那麼Bucket是一個白人 他考這一個加州大學醫學院 結果就名落孫山 那麼他發現 就是因為有這百分之十五的保障名額給黑人 所以才讓他考不上 如果沒有這百分之十五的保障名額的話 他是可以考上那個醫學院 所以他就為了這一個呢 就提起這一個訴訟 認為這個是違憲的 違法、平等 像這個案件都很類似 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一個 台大的希望計畫、清大的續日、主等等 那麼他的這個名額其實是算是蠻多的 因為從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五其實是名額相當多 那麼各位如果你們是法官 你會怎麼判呢 你會認為說這個有沒有違反這個平等 最後美國他認為這個是違憲的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一個憲法的一個歷史背景 美國的憲法是十八世紀末制定的一個憲法 它基本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一個非常自由的一個憲法 它崇尚的就是每一個人都有那個自由 你可以依照你的一個天賦 你去競爭去創造自己的一個幸福 他們的憲法並沒有規定說 國間有義務要去保障弱勢 所以它是一個充滿那個 就是一個自由主義 資本主義色彩的一個憲法 可是如果是對照我國的憲法 國的憲法跟美國憲法在背景上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也是保障那個自由 我們也有資本主義 我們也是一個市場經濟 大家去競爭 然後每一個人依照自己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可是我們的憲法又帶有濃厚的 左派的社會主義的思潮 所以我們的憲法在基本國政那一章又特別的規定 要對於那個弱勢者 要與於國際要與於那個照顧 這是我們的憲法的一個要求 所以美國它基本上是比較沒有那個社會主義的那個思潮的影響 全部都是靠那個自由競爭 因此在美國它對這一種扭曲自由競爭制度 不管它是不利的差別大意或者是有利的差別大意 它就不會像在台灣認為我們應該要對弱勢者特別照顧 在美國憲法並沒有這種特別的一個要求 何況在美國你用種族作為差別代的標準 在美國是一個很敏感的事情 我已經說過美國是一個大種族 那麼它是來自全世界各地 大家都希望成為美國人 所以它的種族非常多元 所以你如果用種族作為差別代的標準的話 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嫌疑分類 所以一般而言它就會用嚴格的標準來審查 最後就巴克這個案子 就被判這個是違憲 不過這個是纏頌了差不多三年 雖然最後巴克打贏了 他也沒有因為他最後打贏官司而獲利 他最後也是平當私利獲利 也就是說他在第二年或第三年重考 他還是考上他要的醫學系 那麼巴克這個案子就是因為加州大學 他最主要就是說 他就是為了彌補這一個過去美國政府 對於黑人的一個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他為了要彌補 所以這個算是一種轉嫌正義 所以他也有這種規定 但是這個被宣告違憲 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對種族作為差別代的標準 就已經是非常被大法官用放大劍來檢視 那麼大法官他更進一步就是說 即使美國政府在過去的歷史上 是對黑人有歧視有不公平的待遇 可是他認為 那麼要來彌補這一個過去的不公不義 他認為說這個應該是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任務而不是大學的任務 加州大學雖然是公立大學 可是他也有他的一個學術大學自治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大學應該是基於他的大學的一個專業的一個考量 那為了要彌補過去對黑人的不公不義 他認為說這是要靠政府 所以他說那要嘛就由政府來立法 而不是說由大學自己要來制定他的入學政策 那麼來對黑人加以彌補 那麼這個就很類似台灣 各位要知道說清大的虛勢方案 台大希望計畫交到這個 這個基本上一開始都是大學自己自動自發 自己基於大學自治自己的規定 那並不是我們的法律有強迫台大說 你一定要保留多少的棉額給那個重力收入 我們也沒有都是學校自己的規定 可是在發給那個案子呢 他們的判決卻是認為說如果要彌補 那這個應該是政府的任務 而不是大學的任務 總之這個是最高法院他基本上就是認為說不允許 用這個理由來做差別代的標準 後來就是為了這個呢 接著第二個案子 就是Gluter versus Bolling的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就是一樣 就是換成那個密西根大學法學院 那麼密西根大學法學院呢 他也一樣呢 就是他因為考慮到說 發給這個案子呢 他是固定名額 百分之十五 這我再強調一下 這原來還是被宣告違信的另外一個理由 就是道爾官認為 他固定百分之十五的名額 他認為說這個是太強烈的一個手段 那麼就是因為發給這個案子 他是為了要彌補過去的不公不義 那麼又用固定的保障名額 那被宣告違反平等 那麼密西根大學呢 他避免重刀覆策 那麼他就不再固定一定的名額 保障弱勢者 不過呢 他有規定說呢 他的入選裡面就有提到說 你要申請那個加州大學的法學院 他也有提到說 如果你是這一個 有各種不同的這個條件 包括如果你是黑人 有色人種的話呢 他也會規定說 會與與特殊的一個考慮 那麼他最主要理由 就是說我希望我的那個學生是多元的 所以他考量的因素有很多 可能就是說 除了要看你的入學的考試 入學成績 那麼如果你是特定的 比如說這些弱勢的有色的人種 那麼他也會考慮 那麼還包括說你如果是家庭 是弱勢的他也會考慮等等 那麼他整理而言 他並沒有說我要給你一個 有多少名額要給你一個保障 他最主要的他是說 我是希望說我的學生的來源是多元 那個diversity 學生的多元是他的這個目的 所以最後也一樣 有好幾個有色人種的黑人的學生也錄取 那麼一樣又有白人學生沒有錄取 所以這些沒有錄取白人學生又告 你知道說為什麼會有這種訴訟一直出現嗎 就是因為有很多州的大學 他們都一直有這種 為了保障有色人種的這個學生的這種政策 所以美國就有一群白人至上的團體 他們就組成一個NGO 所以他們都去找各個州如果有什麼大學 他為了要保護黑人等等等等 所以他們就去 他們就專門為了這個要去打官司 所以他們如果發現有哪一個州的大學 有這種保護弱勢的這個規定的話呢 他就去找白人學生說 你認為這個公平不公平 你認為不公平好我幫你打官司 所以就很多這種訴訟就出現 那麼這個Gluter-Rosbolling這個案子 美國最高法案就宣告這個是核線的 那麼他的理由就是認為 他並沒有固定的名額的保障 並且他說他的目的就是希望 讓學生的來源是多元的 這是一個核線的目的 好這個是這樣 但是這些趨勢呢 在兩年前整個又被打破 兩年前這個美國的最高法院 又有一個新的一個 這裡沒有提到 那麼他又有一個新的一個判決 他又改變這個政策 就是一律都不可以 所以在美國現在就是說 都一律不可以了 為了即使也多元也不可以 這種目的也不可以 所以都禁止任何一個特別的一個考慮 所以從這裡來看的話 美國的最高法案是相當好爽 那麼之所以這樣子 我只能再強調 這是因為美國的憲法 是一個非常自由主義 資本主義的一個憲法 不會比較不會考慮到 對於弱勢的一個保障 那麼如果放在台灣 我認為說這個10名 30名40名 我認為這個不可能是違憲的 即使加到一百年兩百年 如果我是大法官 我會認為這也是核心 好 那麼我們的平等的問題 還有很多 我們最後再來跟大家講一些 這是我們快速的講過 再來就是 婦女的保障免可 這也是優惠性的差別答應 各位你們認為 我們的憲法徵求條文規定 不分區婦女 名單的婦女的免可不得第一二分之一 這個也是一個優惠性的差別答應 你們認為說這個是有沒有違反平等 所以像這個各位你們會發現說 每一個政黨它的不分區的名單 都是女男女男女男 就這樣一個排列 最主要就是希望說 最後她的不分區的名單 因為她是婦女不得第一二分之一 那麼各位你們認為這個有沒有違憲呢 每一個國家我們會發現這種 在參政上的那個婦女的保障免可 我發現很多國家的憲法法院 最高法院態度不大一樣 法國在1982年她法律是規定 在地方議員的選舉 政黨提出的名單 統一性別不得超過75% 其實意思就是說 她這是一種性別中立的一個用詞 從她的用詞是性別中性的 可是從這裡提出說 提出名單統一性別不得超過75% 意思 其實她最主要意思就是說 婦女 你政黨提出的那個婦女候選的名單 不得少於四分之一的意思 那麼其實這個就是對於婦女的保障免可 不能夠低於四分之一 結果法國的憲法委員會宣告她是違憲的 可是到了1999年她修憲 是要求法律應該促使男女有均等的機會 經由選舉取得公職 那麼政黨應該致力實現這個原則 因為有修憲這個規定 所以法律就修改規定 政黨的名單應該男女各辦 這就很類似我們現在的修憲條文 我們是不分區名單 婦女不得第二分之一 那麼現在他們的法律 法國是規定政黨的名單應該男女各辦 這也是這樣就是核限的 再來我們看義大利 法律要求同一性別不能夠超過政黨名單的三分之二 那麼意思就是要有三分之一的保障免可 那麼這個被宣告這是違憲的 可是呢相同的規定在比利時卻認為這是核限 目前我們這個婦女參政的這個保障名格 到底核限或違憲呢 到目前為止是大法官 還沒有機會對這個表示意見 那麼社會上幾乎大家都不正直 比較沒有那個正義 那麼即使是婦女薪資 他也不認為這個是違憲的 這個在女權團體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說婦女 其實現在的婦女參政的那個非常普遍 你不看不分區 你如果看那個區域的立委選舉 每一個政黨他在選區 很多都是提名的都是女性候選人 女性候選人就是在那個區域的選舉 他可能選的成績都會比男性候選人還要強 所以我覺得從立法院的目前來看 我們女性立委其實數量已經相當多 所以很多人認為即使沒有這個保障的名額 我們的婦女的參政其實也實力 其實是不屬於這個男性的候選人 所以可能會有一派的人士是認為 你對於婦女的保障名額好像是在保護婦女 但是是不是會反而有一種反向的歧視的一個一個客人 就認為說女性也是弱者 但是女權團體 主流的女權團體並不認為這個是會違憲的 這個主流的女團體基本上還是認為 在台灣的這個傳統上還是女性的代表性還是普遍不足 所以認為說除了政治領域以外 在其他的領域 其實說真的我也認為你離開那個政治的場域 在一般的公司、行號或等等在很多地方 的確我認為婦女她的代表性還是不足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先在政治的領域 有一個對婦女的保障名額 有很多的認為說 這個可以有一種火車頭的作用 能夠帶動在其他的那個領域的婦女的地位提升 所以從這個觀點 有一個可能它應該是核縣 最後我們再來跟大家再談另外一個議題 我們現在來講到那個隔離但平等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很… 一個在讀美國憲法 那麼一個大家都能夠朗朗上口的一句話 就是separate but equal 那麼這個問題就是 最主要就是美國南方的學校 就是這一個黑白分校 那麼黑人坐黑人的車巷 白人坐白人的車巷 美國的南方傳統上都是這樣子 那麼他們認為這個並不違反平等 所以他通常就是講的這一句話 就是separate but equal 那麼這種黑白分校 那麼黑白分車廂在公共場所 就這樣他們的敬畏分明 這個其實在十九世紀末 我這裡舉的這個1896年 就已經有案子告到美國最高法院 可是最高法院認為這是核縣的 理由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是合乎公序兩署 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 他們認為說黑人就在黑人的區域 白人在白人的區域 黑人有黑人的商店 白人有白人的商店 黑人的學校白人的學校等等等等 他認為說這是他們的善良風俗 所以他認為這個是核縣的 甚至他的判決 以目前的眼光來看的話 你會覺得非常的方便 那麼他的判決甚至就是說 上帝創造人類 那麼黑人就在黑色大陸 然後白人就在歐洲 還有美洲大陸 然後防射人種就在那裡 他說上帝有這種安排 這是上帝的意志 所以這種上帝意志 我們就應該就要 五種上帝的意志 所以都應該要有做一些區別 那麼甚至他竟然有時認為 他認為說這所以不違法平等 他說雖然對你是separate 可是他說我對他教育之力的投入是一樣的 如果學校的硬體跟軟體都一樣 我只是讓黑人 就是你就讀黑人的學校 白人讀白人的學校 他基本上這樣說這個都應該是OK的 符合上帝的意志 那麼也符合他的善良風俗 那這個是Plexey versus Ferguson 1896年 認為這是核線 可是這個一直到了1954年 這個很有名的案例 Brown versus Board of Education 那麼這個布朗 就是一個黑人 他去告這一個教育委員會 那麼這個最後一直到了 等到1954年 他才被宣告違憲 那麼當著主筆的大法官 是一個很有名的首席大法官 就是Warren 華倫大法官 那麼他當著主筆的 那麼這個Brown versus Board of Education 這個案子 其實在美國憲法史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那麼也有很多本書 在介紹這個案例 那麼甚至也拍過電影 我們這個電影大概沒有人看 大概是我們法律系列學長 在比較喜歡看 就是說這個他的一個重要性 那麼他之所以會來 會宣告他違憲 那麼以後大家就是變成 因為有這一個判語之後就是變成 separate not equal 就隔離就不再平等 那麼他最主要的一個理由 他認為說這個根本就是一個歧視 你不能夠說還人讀黑孝白人讀白孝說 因為他的軟體硬體的設施 是一模一樣 所以就表示說這樣就平等 他就是說這個其實要去追究 為什麼政府會有這一種特別的隔離的一個規定 他其實追根究底 最主要就是認為黑人是一個低等的民族 所以你如果就是因為低等 一開始從幾百年來 美國的政府他就是在歧視黑人 所以有這種隔離的一個規定 即使經過時代的變遷 你讓他的那個黑人讀的學校 他的設備再怎麼樣提升 他就是跟白人的學校一樣 可是他的這種制度的形成 其實就是一個歧視 那麼他會讓黑人的小孩 從小就會感到自卑 他有這種讓那個小孩子有一個自卑的感覺 這個是對黑人的小孩 他的那個身心的健全的一個發展 是有很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被宣告這個就被宣告是違憲 那目前大家現在這個我能夠說 目前在美國已經這個separate 就已經不再是一個 那麼但是呢 這一個我要知道說要跟他講 1954年最高法院宣告他違憲之後 其實事情並沒有那麼容易的解決 也就是說公主跟王子 並不是這樣就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 他因為社會還沒有達到那個地步 所以為了要執行這個判決 還花了一段時間 所以花了一段時間呢 目前在南部各州才廢除這個規定 但是社會上還是一樣 你認為說美國的社會 尤其是南部的各州 他還是真的是有那個黑白平等嗎 其實目前美國社會還是一樣 有些參天他還是說不歡迎黑人進來 那麼有些白人如果他要賣房子 或出租房子 他也明白就是我不租給那一個黑人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吃人的行為 所以不必然那個被證明就是違反平等 所以這個法律是一回事 那麼人心社會的這個風俗是另外一回事 那麼在1954年 這個判決之所以那麼重要 這個就是我要跟大家講 法院有時候他會當那個社會的工程師 也就是他要改造社會 那麼1896年他認為這個是核線 那麼他當時就是只能夠說 法院他要做一個社會的一個追隨者 他要做一個追隨者 所以他就不敢那麼大刀闊骨去挑戰 那麼黑白的那個隔離的這一個社會的氛圍 可是1954年他就大膽的要來挑戰當社會工程師 可是當社會工程師之後呢 他也不是馬上就能夠立竿見蠅 他還是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慢慢的 把這個黑白的婚校這個把它解決 那麼有一幅美國時代雜誌呢 他把那個二十世紀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歷史世紀的那個圖片 那個相片呢 他們曾經有一些時代雜誌什麼Time 那這個如果各位的美心你們去Google Google一下呢 那麼你們去看那一個有一幅是那一個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之後 那麼美國政府他就要執行 讓這個黑人能夠進入向來白人的那個大學 那麼有一幅相片就是一個黑人的一個女大學生 他很勇敢的就自己一個人進入那個學校 他錄取 因為學校不能夠再對黑人再設那個禁念 他錄取 可是呢白人的學生白人的家長還是在那一個學校那裡 也是築起人牆 那麼那裡就是象徵就是他們還是反對 那這個那個州長要動員國民兵 要來保護這一位黑人的女生進來 所以那個黑人的女生他要進入學校的那一幅照片 那麼就是有白人在那裡叫囂抗議 那麼有國民兵在那裡 那麼這個黑人的女生他很勇敢的就是進入那個學校 那個是一個被認為是世紀的畫面 OK 那麼我們現在再來看台版的格力跟平等 我們沒有那個種族的separate but equal 那我要問各位 問一下你們看台版的格力跟平等 你們認為北一女有沒有違憲 建宗有沒有違憲 為什麼女生只能夠讀北一女 如果有一位女同學我的分數很高 我要讀建宗為什麼不可以 那為什麼男生他如果我的分數可以進入北一女 那為什麼北一女不收 你如果因此這樣你去告科B 那個為什麼市立的這些高中 那為什麼女生只能夠讀這一個女校 那麼男生為什麼只能夠讀男校 為什麼不可以一起mix 那當然現在有一些分合 像附中就是分合 那各位你們認為這個 你們認為北一女有沒有 建宗有沒有違憲 有沒有誰要表示意見 那個來我問你 你坐在第一排 所以傳統 所以傳統 我基本上你是認為這是傳統 你自己 有在那裡 所以你認為說傳統不足以作為男女分校的正當理由 OK 所以有可能違憲 違反男女平等 那有誰嗎 有誰這個 你認為和憲了嗎 有誰要表示意見嗎 那那個後面的同學也是女生 對 等等一下要男生 表示意見 你呢 你認為 你認為這個有沒有歧視 有沒有歧視男生 我要讀北一女卻不可以 有沒有 如果男生他被北一女拒絕了 他會 你認為說北一女是不是在歧視男生 我們現在不要管他 我就是想要讀北一女 因為如果說北一女這個非常好 地點也剛好非常好 那個他也很喜歡綠色的制服 對不對 我的成績也夠了 那為什麼只因為我是男生 你就拒收 這的確就是基於性別 作為差別大意 你認為沒有違憲嗎 你認為沒有違憲嗎 那你看的目的是什麼 這真的是傳統嗎 為了維護北一女良好的傳統 管理方便 所以師傅就沒有強烈的理由 認為說他是違憲 我自己也覺得就是不太合理 因為像男校也不一定有 就是那邊男生也不會跟其他男女混校來講 比較不一樣的訓練 或是女校也不會跟其他男女混校一樣 那如果今天有個心理性別運 可能他是男性 他是心理性別運 他想要訓練女校的話 那這種問題是不是就 那會有些 我自己會覺得這是不是就是一個違憲 所以你認為是違憲 沒有那個 誰呢 我認為在男女混校的目的 其實有一個部分是可以幫助 就是幫助學生發展就是 最好的人格 那應該是合校 合校 合校 分校其實 你認為是分校比較容易發展正常的人格還是 還是 正常 就是在培養人格 人格上 割後的培養學生的能力上 哪裡分校有它的優點 哪裡合校也有相對的優點 所以我認為如果你是導航好為承重 就是 整個學校他的畢校 就是因為 有男校也有女校 就是說只有男校 OK這個喔 在教育學上有不同的觀點 的確 有的 有的人認為說 就像我喔 我從小的求學 幾乎都是初中 高中都是男校 所以呢 一直到了大學才有機會呢 跟女同學講話 那時候都 很 很 很腼 但是呢 我覺得現在就 但是你們現在就應該是非常 非常 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認為這個是 你會尊重就是了 還有嗎 剛剛還有誰 哪位同學有表示一些嗎 基本上如果 我個人是認為 我覺得應該算是和線 至少以台北的歷史來看的話 我會希望說這個制度是一個多元的 和校的確有和校的好處 那分校 男女分校 也有分校的一個好處 那如果說 一個 我不敢說其他的縣市 以台北市為例子 那我們有 建宗 有北宜女 有 有 富宗 這個是男女和校的 那麼也有 像說松山高中 這些都是 大部分都是男女和校的 大概就只有 大概是 建宗北宜女 還有其他的嗎 這個 勢力的 成功 但是也有很多勢力的是和校的 總之我認為說它 基本上算是多元 那 從 軟體硬體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個 差距不大 這個都是 沒有什麼問題 並且我最直接要跟他講 男女分校 他是所以這樣子 也跟黑白分校不一樣 黑白分校有一個歧視 他的立法目的就是 認為你是比較低等 所以這個 我不讓你跟白人的小孩 在一起讀 所以會讓黑人的小孩有一種 比較低等的種族的一個挫折感 可是在台灣 基本上 我們的 男女分校 他基本上 立法目的就 完全不一樣 那麼你要說他是 尊重傳統 那麼傳統是不是一個 合理的一個理由 雖然不盡然合理 但是也不認為 我不認為說他是一個 違法的一個目的 那麼 但是只要他總體的 那一個 市政府 他提供的那個學校 是多元的 即是可以讓家長 或同學 有一個選擇 何況呢 每一個學校 他們那一個 基本上 他的整個硬體 軟體的差距 我覺得沒有什麼 太大的一個差距 讓大家有那個 多元的選擇 基本上 我認為這個是 這個是OK的 如果 我不認為說這個 雖然我自己認為 分校 會讓我大學以後 會覺得好像我們一開始 都不知道怎麼跟女同學 講話的那樣 可能是我們的那個 時代 那現在是不一樣 可能並不是因為 合校或分校的一個關係 大家有沒有不同一些 為什麼大學就沒有 什麼男 只有男生讀大學 或只有女生讀大學 我沒有很清楚 你的意思是什麼 大學就沒有分男生 對 大學就 但是也有一些 國家有 等級受過挑戰 那個 梨花 梨子大學 你有聽過嗎 他也是國立的 不過基本上 也被認為說 這是一個 有選擇 我想這應該 任命可以選擇 我覺得這應該是OK的 那私立的更沒有問題 所以 現在如果是 格力有平等 我覺得這比較值得討論的 就是這一個 就是 啟治學校 啟年學校 啟衝學校 等等 那我只能跟 大家講這一個 台北高等學生反應的判決 有 有一位 這一個 智能障礙的 學生 他 要 就讀 高值的 綜合職能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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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他是 高值就是一個 普通學校 只是說 他設一個 綜合職能科 讓這個 智力障礙的 智能障礙學生 可以就讀 那麼另外一種 就是 特殊教學 就是讓他去讀 啟治學校 但是因為 勢力的 高值 他的那個 綜合職能科的人數 能夠容納的人數有限 那麼 這一個 原告 他的爸爸 替他打官司 他原告 他爸爸是希望說 他的小孩子 能夠 就讀 高值的 綜合職能科 那麼 我們有一個 建府會 建別輔導委員會 那建府會就是會 根據一套標準 測驗 去測驗 他的那個 能力 那麼他就 有一個 有一個分數 就這樣打下來 那就 依照那一個 高值的 中和職能科 能夠收容的 學生的人數 就這樣分 那麼這一個 原告就是因為 他的分數不在前面 結果就進不了 高值的 中和職能科 結果就 只能夠被 被分發到 啟治學校 啟治學校 啟治學校就是說 同樣都是 智能障礙的 學生 在一起 那麼這一位 父親 他認為這個就是 對於他的 小孩子 一個歧視 那麼他最主要 這裡 各位聽到 他這裡有提到 他說 功力高值也有一般生 能夠有同才的互動 可以使原告有同才的刺激 那麼可以接受融合教育 能夠持續進步 避免退化 如果安置在 中度 重度 智能障礙者 如果安置 中 重度的智能障礙者 就讀 並且沒有一般生的 特殊教育學校 原告教 就會持續 退化 這是 父母的 他的 家長的一個看法 所以 這個的確 我知道很多家長 如果他的小孩子 可能是唐嗣症 或者是 中重度的智能障礙者 你如果去就讀 那個 起智學校 那你的同學 全部都跟你一樣的 都是智能障礙者 那的確就是沒有刺激 那你如果是就讀到 一般高中 或一般高職 至少那個學生裡面 有非智能障礙者 那麼他平常可能下課 或是學校的一些色短活動 有機會互動 可能是參加籃球隊 那麼這個也有可能就是 有一些互動 那這一個 是對於智能障礙的小孩 這是一個刺激 那增加他們那個 社交的那個能力 這是對智能障礙者 以後他的這個 能夠融入這個社會生活 是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 融合教育跟那個隔離教育 但是 所以這個 讓中重度的智能障礙的小孩子 讀 起智學校 這個就是一個隔離教育 那麼他的父母就認為說 這個是歧視 是違反平等 可是最後我們的 北高賢宣告 那個 原告 是敗訴 那麼他的理由 其實就是認為 學校安置智能障礙者 教學的資源本來就有限 所以建武會參著協士們 障礙程度 依序安置 並無違法可言 可是呢 家長質疑這個有沒有違反平等 這一點 他卻沒有做任何的一個琢磨 所以這個到底有沒有違反平等 這是一個很值得 我現在把這個問題 我只是說 我們就不會有一個答案 那只是讓大家思考 那個 另外我要跟大家講這個 我們簽署了一個 身經障礙者權利保證公約 這個公約 他其實會特別要求 不能夠因為身經障礙的原因 而歧視 那個身經障礙的學生的就學 他強調應該要融合教育 身經障礙者跟非身經障礙 應該要融合教學 而不是隔離教學 那麼台灣可能離那個目標 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我只是把這個問題拋出來 那這一個 讓大家思考 我們平等 講到這裡 花了很多的時間 那還有很多沒有講的 跟平等有關 我們就 先把它結束掉 我們這次就要談那個人身自由 還有一般行動自由 目前為止就已經有幾個重要的解釋 那麼除了我們未來講的535還有690以外 還有其他的另外2號 535的解釋其實是跟大家的日常生活可能會有很密切的關係 很多同學上課可能都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同學你們有沒有經驗 曾經被警察攔下來 你如果違規被攔下來 好吧 這是天經地義被攔下來 如果你都沒有違規 那把你攔下來 要看你的駕照 看你的身份證 各位你們有沒有義務 那你可以挑戰他 說你憑什麼要我來下來 我有我的人身自由 我有我的行動自由 這不僅是騎摩托車 就現在我們常常會看到那個林檢 林檢 那麼他林檢可能就是對那個酒窖 那麼你認為警察他就在某一個路口 他就在那裡設置一個檢查站 那麼他是無差別的每一輛車經過 那麼我也常常在那個我們辛亥路的辛亥隧道 常常到學校 那麼就警察不然間就在隧道裡面 怎麼車子呢 大排長樓 原來就出口警察就在那裡攔住 只開一個車道 所以每一輛車過去 那麼檢查他就叫你窗戶搖下來 然後他就頭探進去 穩一穩 你有沒有喝酒等等 那這個警察他這樣要攔解下來 你有沒有那個義務接受他的一個攔檢 那這個就是我們下一週要談 好吧那今天上到這裡 下一個 本節目 得到請 請 下一個 在家 下一個 你 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